一个最新消息是基隆市的警察局分局小队长还有侦察队长 在3月的时候前往了银河小吃店 港都执行卡拉OK消费 结果呢后来染疫了 在做硬调的时候呢还隐瞒了足迹导致疫情扩大 最后害得基隆四个分局全数沦陷 昨天晚上终于看到了人事异动了 要调整这两个人的职务分别调派为分局的警员还有警务员 另外呢则是有9名的内外情人员异动 13号即将办理交接 另外这一波的疫情就连行政院也沦陷了 像他说呢包括了副院长沈容金的司机在内 总共三名司机确诊 目前大家关心的就是沈容金还有傅密和佩山 目前的状况现在说他们两个人做了PCR 统统呢是裁剪阴性的 但是必须要接受居家隔离 至于苏贞昌昨天上午也赶紧去医院做PCR赛检 本土疫情延烧行政院也沦陷 正院大门口直接设置快筛站 官员员工排队裁剪结果已经有三名司机确诊 4月10号下午行政院一名司机 因为身体不适医院裁剪阳性 院内紧急裁剪日常接触者又找出两名驾驶也确诊 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就包括了行政院副院长沈容金 以及副秘书长何佩山 两人PCR裁剪阴性但仍需进行居家隔离 苏贵11号PCR裁剪阴性正院匡列35人目前也都是阴性 但专家指出不能排除尾阴性的可能性 尤其8号使用金才跟总统同台 再往前推7号行政院会 以及6号的扩大防疫会议也都出席 包括苏奎以及卫福部长陈时中 还有疫情中心的张上纯 陈仲彦等超过15位官员 都因此曝露在病毒风险当中 疫情火销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这样的新台湾模式也让国人看得 瞬目结舌淡战心惊 就怕下一回烧到的是自个的家 接人家贵王志文台北采访报道 基隆市新一国小也传出有学生确诊了 累计有三个人染疫分别是在两个班级 校方已经宣布即日起全校停课10天 而基隆市府的方面表示 目前全基隆市有6间学校是停课的 有7个学校有个别班级停课 而有5间补习班目前是停课状态 其实不止基隆 在高雄也传出有国小学童染疫 这回是光华国小一名五年级的小朋友 同班31名的师生全部居家隔离 另外还有师生154人被匡列自主管理 光是这家学校就被匡列了185人 所以同时宣布停课10天 但是在前天白天的时候 校园进驻了裁检车 所以孩子们必须要先坐PCR才能回家 而在前天高雄的确诊人数再加29 其中娱乐圈的染量最严重 一口气多了22例 大批家长聚集校门外 大游览车开进校园 一群穿房互衣的裁检人员下车 因为光华国小爆出有学生染疫 学校有一名五年级的学生确诊 导师通知我们说 请假的学生也得做筛检 家长都收到简讯 一名五年级学生确诊 班上31名师生居家隔离 另外还有154名师生自主管理 全校就狂了185人 校方临时通知全校师生都要到校裁检 PCR完家长带回 11到20号停课一停就是10天 让家长超错愕 家长上班的啊 没办法啊 如果人家不能临时请校的话怎么办 小孩子丢在学校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他才给他放行 高雄校园全校停课又多一间 累计三间居隔773人 自主管理超过2400人 但高雄11号确诊者在家29 最严重的还是娱乐圈染练22人 四大酒店跟1314科技酒店都上榜 另外三人是外线式足迹重叠 另外还有两人在追感染源 有一例3月31 10点半在雅阁到4点 在晚上6点多的时候 亲人聚餐 不到24小时就传染给他的亲人 可怕的是雅阁一名确诊者 3月31号晚上呆到凌晨 足足6小时密闭空间狂吸病毒 带着超高病毒量 隔天晚餐害5名亲友中招 高雄这波娱乐圈染练 染到第三波甚至渗漏进社区 传播又多又快 也变成高雄疫情最大隐忧 记者金线中高雄报道 在花莲昨天是新增加了22例 其中有21例都跟奥斯卡餐厅的 感染练有关系 疫情则是也烧毁了 此季爆发了院内感染 其中有14名的医护 还有病患染疫 另外传染练也入侵了补习班 让学生还有家长总共三个人染疫 目前整个奥斯卡传播链 造成了至少有96人确诊 花莲新增22例确诊个案 其中21例都跟奥斯卡餐厅 感染链有关 而奥斯卡染链也烧进此季医院 源头就是在奥斯卡餐厅上班的 影响工作人员 他在4月3号去参加婚宴 将病毒传染给两位护理师 这两位护理师上班时 再传染给医院内的三名护理师 造成7名病人和一位看护确诊 形成超恐怖遗传13 此季医院也宣布 4月24号前停止探病 并进行全院普筛 另外奥斯卡餐厅群聚 进入第三波感染 再新增4名确诊者 而疫情也烧进补习班 一名确诊外籍教师 在4月3号到奥斯卡餐厅 用餐食染疫 上课时传染给两位学生 以及一位家长 目前奥斯卡餐厅感染链 已经造成至少96位民众染疫 另外华联女中也新增 一名女学生确诊 是确诊案27306的同班同学 由于案27306发病后 还继续上学 可能因此让同学染疫 不过证明花女学生 与其他确诊个案 没有足迹重叠 感染源还找不到 奥斯卡餐厅染炼 持续扩大病毒四散 同时入侵校园医院 以及补习班 就怕还有隐藏的黑数 会陆续再报 记者留几招张志仁 华联报道 好 在昨天本土个案 再加了439例 其中包括了台北 还有新北 都是破百例的 新增个案呢 则是遍布了全台18个县市 目前已经连续三天 确诊数是破400 有医师就表示 从上海单日百例 到上万例 其实只有短短的 三个星期 目前台湾跟上海的RT值 是很近的 所以让人忧心 本土疫情完全没趋缓 11号本土增加439例 而且已经连续三天 都破400例 一周累计超过2000例 医师神正男就曾说 上海从新增100例 到单日破万例 只花了三个礼拜 台湾目前RT值 跟上海几乎是一样 引起担忧 本土按例 维持在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 还新增一名中症患者 是一名没有任何慢性病的 30多岁年轻女子 曾经打过一剂BNT 确诊时CT值17.9 吸氧浓度层低于94% 呼吸有一点喘 使用瑞德西韦 还有氧气鼻管 暂时没有住进加护病房 但这起案例 引起青壮年族群的注意 没有慢性疾病 也有可能说像是肥胖 或其他的那些 亚健康的状态 最新统计中 重症率0.33% 重症率0.05% 而探开本土确诊地图 新北市台北市双双破百例 新人个案遍布18县市 医生沈志南表示RT值下降 不要放弃围堵 这件事一状况 定定防疫目标 未必一切跟随双倍 另外也有民众关注 口罩政策何时松绑 难道要带到明年 稍微再等一下 我们现在NPI 大概一下子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会来 特别的来放松 疫情烧进校园 造成建中学生确诊 其中一个班级和社团停课 改成线上社课到4月18日 本土疫情扩散 又怕确诊数字在攀升 此伤数字简直不敢想象 记得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等会我们来说